哈喽大家好,我是Siri 炎炎的夏日到来 发现我的盆栽西红柿已经挂满了果子 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要给西红柿做好两件事情 一件事 每天必须均匀的浇水 特别像我们这个南加州 特别干燥的地区 每天要浇水 我一天是要浇两到三次水 如果水浇的不好 浇的不均匀 这个果子不会盆大 像现在它正是盆大的时候 如果水缺水的话 两个现象 一个是裂果会裂开 另外一个呢 它就会小小的 不会长大 很小就会开始红了 还有一些花友呢 问我你这个西红柿 怎么结得这么密密麻麻的 并且叶子也这么多 看上去很繁盛的样子 这个呢就是肥料要好 我这个种在种植棚里面的 这些西红柿 肥料几乎是6-7%是肥料土 就是我自己熬的有机肥 剩下的呢 才是普通的种植土 我发现西红柿 它就是一个特别耐肥的一种植物 肥料多了不用怕 最多是叶子会有点卷起来 但是它会结很多的果子 特别对于这种 我们种在棚子里的 不是种在地里的 它是特别需要营养的 只有营养充足之后呢 才会长这么多果子 还有水啊 就这个时间盆大果的时候 一定要把水浇好 有的时候我还会湿一些水肥 特别在长果子之前 就把水肥就湿了好几次 在果子盆大期间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果子以下的叶子 全部给它剪掉 前面开花的视频里面 我讲过 在花苞下面所有的侧芽 全部打掉 那么现在盆大果子的时候 就是果子下面 所有的叶子要全部剪掉 特别是叶子已经发黄 和这种特别茂密的叶子 都需要剪掉 因为这些茂密的叶子 它特别好营养 你看这一颗叶子上面 都已经开始长新芽了 如果你不把这些枯黄 或者这些特别茂盛的叶子 剪掉 它一个是好营养 还会遮阴 西红柿长不好 也盆大不了 这个营养全部跑到 去长新芽上面去了 这些剪下来的绿叶 并没有浪费 在这个炎热干燥的 南加州地区 所有的植物下面 都需要一层护根的东西 把这些绿叶 平铺在西红柿苗的周围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护根材料 你看西红柿 这个绿叶下面 还有很多树叶护根 这些剪下来的绿叶 不但保护了土壤里的水分 时间长了 它会变成肥料 像这一枝下面的绿叶 我们都需要剪掉 就是一个原则 果汁下面的绿叶 甚至附近的绿叶 都要给它剪掉 还有仔细找找 有那种小的侧芽 你看像这里是一个小侧芽 也要给它剪掉 不用担心大胆地 剪这些多余的枝叶 把下面这些多余的枝叶 清理干净 我们的果实就露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这些果实的盆大速度 比以前更快 并且这些叶子都还是变肺为宝 放在这个底下 可以护根 接下来我讲一讲 如何把不小心碰断的西红柿汁复原 这一枝西红柿11串花 在开花的时候 我可能是打侧枝 不小心把它给碰断了 但是没有完全淡 还掉了点那个筋在上面 这是我总是使用的办法 有的时候不小心把汁碰断了 这一枝是一串花 更加可惜了 我就用我的老办法 就是用这个薄膜纸把它缠起来 以前也是把一个组织都碰断了 也是用薄膜纸把它包起来之后 时间长了大概一两个月之后 它自己又会长回去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这些植物的再生能力都特别强 不小心碰断了 就用这么薄膜纸 把它一层一层的伤口给它包起来 只要它没有完全断开 上面还有点筋啊 那些扯着的 你看这个打开之后 它还是好好的 就有一个黑黑的一个结在上面 愈合了 并且这一枝它已经接出西红柿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来拯救已经折断的西红柿汁 好 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 在西红柿盆大期呢 需要把这些多余的叶子剪下来护根 然后每天都需要浇足水分 如果地区干燥的地方呢 需要浇两到三次水 保证水分的充足 让西红柿盆大 好 谢谢你收看 谢谢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准备好了吗 想要那一刻的心跳 心跳 心跳 到现在也感觉不到 疯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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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要弄失了轻盘 因为你的一句玩笑 想听了些不在